接下來的重點叫做原子量跟分子量 基本上考試的時候很少直接考原子量或分子量 但是在算末的時候需要用到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什麼叫原子量 你必須要會算分子量 原子量因為原子的質量很小 沒有辦法直接測量 可是我在儀器上我能夠量出來兩個的質量的比值 所以透過比值 我們兩個是1比2 我是1 你是2 我是2 你是4 我就會定出每個大小 所以叫做原子量 然後你要記住現在是用碳等於12當標準 碳等於12當標準 如果我是碳的1分之1 我就是6 我是碳的2倍 我就是24 這樣定出到原子量 我要你備四個碳氫氧氮氮 這四個我要你備 其他的一定會給你 其他的一定 如果是會好基本上他都會給 會好基本上都會給 但是我說碳氫氧氮氮你要備 其他都會給你 記得 金氏氮氮氮氮十六 碳氏十四 然後呢 他是一個質量比值 他算的時候是用比值算出來的 所以他沒有單位 他只有大小 大…只有大小 沒有它只有大小 大小是…大小就是… 它的質量的大小 我性格兩倍 大概就是你的兩倍 就這個意思 然後呢 有沒有叫做質量數 原子的質量 跟我們國中程度來說 我們的質量數就是我們的原子量 實力上有一點差距 就不要管它了 對我們國中程度也基本上這樣 所以質量數是15 可是原子量就是15 大概就是如此 細節我們就不理它 分子量很簡單 就把原子量怎樣 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所以CO2有一個鈔 有兩個鈔 一個鈔是12 一個鈔是16 兩個鈔 16可以2加上個12就變成44 就是所謂的分子量 所以我剛剛說過了 我們考試很少直接考分子量 但是你要會算 因為我們後面的末要用到 所以你也知道我們如何算分子量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些簡單題目 請問你 假元素對乙元素的質量是5比4 然後乙的元質量是16 那假多少 就是一個比值的關係 比例的關係 所以 我們的是用比例算的 只要比例算的 所以我們是S 所以S比16就等於5比4 然後就可以用簡單的數學 就把它算出來 叫做20 就是這樣子 OK 好 請問你 這樣多少 這樣是多少 這樣子是多少 這位帥哥 不在 這位帥哥 上台名 沒有人要告訴你答案 這表示人緣不好嗎 3 6 3 6 比值 這個只是有功課 但是一樣 原質量就是質量的比值 所以就比一比就知道了 因為原質量質量的比值 所以比值就是27比12 然後呢 同樣數目就是水果上比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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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出來就是36克 簡單 小問題 好 這個呢 這個呢 有一個假比泰 有一個一比假 然後最後問你說 你的原質量多少 一個一個比過去就對了 一個一個比過去就對了 請問這我還追了 有可愛小女生嗎 比預備 我還追 剛才36 現在還36 兩個36 啊 36 所以一個是假的原質量X 然後X比12 又是9比4 他說9比4嘛 所以算27 再來一個呢 X比27呢 那要等於4比38 82算出來36 這都是很簡單的 基本上要做吧 好 就是把比值告訴我們 請我們算出原質量多少 這是很簡單的數學 OK